美國加州杯國際曲棍球分林錦標賽冠軍戰 彰化平和國小曲棍球隊面對實力強勁的南加州國王隊 打進PK大賽 台灣隊伍最終以2比1擊敗對手 全場僑胞揮舞國旗與小球員一同歡呼 慶祝得來不易的一場勝利 這次來就覺得最開心的是什麼 得冠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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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似乎是很好的孩子 我們希望將他們回到下個月 去抵抗獎 我們在競賽中帶來台灣 你們都是我們好朋友和友好朋友 我們很感謝你們來 加州杯國際曲棍球分林錦標賽 具有52年歷史 台灣自1986年開始派對參賽 平和國小這次奪冠 締造了12歲以下的青少年組五連霸 11名台灣小將以球會友也交流文化 可能到了12歲是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遠門 在沒有家長陪伴的情況下 這個是對於孩子他日後在獨立方面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過去曾是球員之一的陳韋琦 如今已經成為帶隊老師 他感謝各界支持籌措出國旅費 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出國 將會是人生中寶貴的經驗 中央市記者林烏漢洛杉磯報導